这次有一个很主要的变化,我看这么多,就是共产党,你看到六四的时候 我们一直讲回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过来,到七十年代初我们开源反抗的时候,哇,真是周围全部敌人来的,你想想 到了七六年了,周恩来死之后,突然间,民间的情绪一下爆发出来,你看到突然间四五天安门运动 那个叫做四五是吧? 安门运动嘛,是不是叫四五,四五运动 清明节,突然间民间的职员就爆发出来,那么就镇压,镇压下去,后来到四人帮一塌塌 那时候,哇,全国的人民自发游行,中国什么时候有自发游行啊? 你坐那些工人,自发游行自发最差,你很开心啊? 那你知道那些人的记忆,黑人憎黑到什么地方,没有黑人憎,但是 尤百姓真的不知道 小夏,可能不是一批人来的,会不会啊? 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那时候,那个四五的时候,听不到啊? 听不听到啊? 干扰啊 哦,是啊,有人干扰 现在呢? 哦 你说 是不是不是一批人来的? 可能呢,就是那时候,四五的时候呢 是另外那批平时很沉默的那班人走出来呢? 就不是那批,就是不是那批左派那批人来的 四五的时候是全部那些民间的那些人,所以你现在数 是啊,是那些普通人来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四五出来的时候,很多北京的工人啊,学生啊,工人多了 那就是,你想一下,后来中国的民族的头啊,很多是七十年代出来的嘛 包括我们是广州啊,那七十年代呢,就突然间去天安门大家自发送花圈 送了一批,就变成了抗议游行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民怨,这几年清明民怨积得很厲害 民怨爆发,但是大问题就是这样,我就说回 就是如果民怨爆发的情况下,你怎样改变一个政权 这个是大家要,你看历史上,如果是一些专制政权 比如你说那些阿根廷那些军事政权,他所有非共产党的军事政权 就是专制就是一个,就是他是按照即现代国家,按照西方的一些法制 来设计的,所以呢,凡是很专制的国家呢,差不多都有反对党 他有组组织,大家准备,都可以的啦,共产党,其他专制不一样的特别 就是他完全不准备组织,那其实完全就没有了,那其他国家 如果你说阿拉伯之春,那些颜色革命,如果你说乌克兰 2014年颜色革命,革完之后呢,他有个反对党在那里 他上去嘛,中国哪里有啊,共产党没人取代,所以你看到 苏联东欧那边怎样倒台的,苏联如果没有1990年戈尔巴喬夫推动的民主选举 倒不倒的,因为他们完全错误估计就是共产党赢不得 随之一倒选举就赢不得,苏联又是共产党,又是选举啦,所有这些国家 就是罗马尼亚是没有选举,就是唯一暴力的,但是罗马尼亚呢 他没有苏联,就是没有那些东欧的作者后盾,他的少数民 说匈牙尼族的全部都起了身,以后就是我会慢慢讲 我昨天讲了十二革命,我下面一期会再去讲 就是讲共产国际,共产党那些怎样做 就是你看到呢,中国现在完全没有这种选举的可能性 同意,根本整个基础都不存在 是的,所以就是强人政治取代,强人政治或者是混乱的 这个是历史上是这么说的,是真的 所以我长期都认为中国要实行一个民主制 第一个,我是不相信大政府的,我相信中国分成很多国家的 就算是联邦制也好,应该一个小地方自己管自己的 香港自己管自己,自己管自己的,自己管自己的 就算是好地地的 是,直到他来搞你 是啊 小雄,我想你考虑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美国呢,就有一个叫沉默的大多数 是吧?那全世界哪里都有的 哪个国家都有沉默的大多数 会不会这次呢,在大陆沉默的大多数呢 就和那些,因为他们都受救 这次啊,给他们的清零,隔离的受救 会不会他们最终跟着学生一起出声呢? 那,沉默大多数,如果没有地方出声呢 就永远都知道是大多数比较沉默的 你美国沉默大多数 当时Nixon说出来的沉默呢? 大家一起投票,沉默大多数投票上去 那你一中,是很危险的 那沉默大多数,多数人是不会加入又不是的 是,但是这次他们直接身受其害 就是差不多个人被他逼得瘋了 都身受其害的 其实共产党的政治政策 身受其害的首先都不是学生 首先是人民,是普通人 就是这种情况呢,普通人 所以就是民主制度 给了沉默大多数发声的机会 但是国家没有这个机制 没有这个机制 只是一代强人,取代另一个强人 就是那些财力 全部都弄了 现在学生的股势力 暂时来讲还在这儿升 那很多所谓的对他们不公也好 对他们不利也好 他们会改变的 就是逼共产党改变那些不公 和不利的做法政策 你那边的声音很沙 我听到这么多 我再上过,我再上过,我真的有问题 好回了,好回了,好回了 就是有人干扰,我猜有人干扰 平时,你知道我们天天做都没事 突然间今天那些声音有问题 你久不久也是 你久不久那些声音也在被人搞 是啊,我现在用了5G 想着没有那么干扰 肯定在干扰你那边了 是啊,是啊 是啊 没办法啦 这些共产党就是流氓的 知道啦 那你说大多数 你再重复一下你说 是 就是刚才我说 就是不理哪个国家 都有一个所谓沉默的大多数 那沉默的大多数 听不听到啊? 听不到啊? 很厉害 哇,这干扰真是厉害 但我都想一想办法 哎呦,这次怎么办 你先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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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换架机 好回啦,好回啦 你换架机 好啊,好啊 那我先趕着 你先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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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趕着了 没事了,可以趕着了 再趕着再趕着 是啊,真是惨了 被人搞死了 那,就是我趕着昨天的大多数 因为又是不行了 你先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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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漠大多数 尋漠大多数 尋漠大多数的人 就是说 大多数是跟着走的 一般人 你尋漠大多数 需要有人领导 有个领导能力 才能够做起反 美中 就是在民主国家中 尋漠大多数的领导能力 现在好吗 你说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完全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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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听不住 完全听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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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说香港大多数都已经不沉默了 你想想2019年游行的时候 200万人 香港一共才700万人 那连家里的小孩子 大多数都已经不沉默 你要投票的时候 你想想2019年那次的选举 大多数都没有沉默 投了上去 投了区议会 听不听到 我听到你 又是干扰 又是干扰 你先说吧 我换了一架机 真的搞不定了 我再调一下 再调一下 今天 谁在我们弄鬼 现在当然 你听不听到 我听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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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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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谁特意 不好意思各位观众 被他搞到头都暈了 没办法的 这些 这些 什么情况他都干扰到 那我们刚才说到哪里呢 就是那帮所谓 沉默的大多数 最近那几年被他搞到差不多都是 是 就是 每个人都很憤怒 而且你有些少少觉得被人欺骗了 看完一个世界搬过没有人戴口罩 觉得被人欺骗了 那所以我就觉得 今次呢 學生現在這樣帶頭在搞事 那幫所謂沉默的大多數 會站在他們那邊 增加他們的力量 而且那幫年輕人 他們主要是要求清零 要求解封 那解封如果是給他們成功 好像現在烏魯木齊那樣 給他們基本上的解封成功 那習近平怎麼辦呢? 他沒有怎麼辦的 第一個就是現在 你說沉默大多數一向都是站在那些抗議者那一邊 不是到民間洶湧 都不會有那麼大規模的抗議 所以那些又不用問沉默大多數是在哪裏 那你說你跟著 這樣講最好結果 最壞結果是軍隊鎮壓 各種血腥事件 最好就講到解封 解封都是我說了 共產黨一定說他自己功勞 現在整個中國的悲劇就是 你沒有另一枝勢力跟共產黨抗衡 不是中國的那樣 而是共產黨用各種手段 將人家 現在香港大家看到的了 香港人家有這麼多黨的嘛 你選民主派也好 選什麼也好 選本土派也好 你怎麼有一些勢力 共產黨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將你所有反對勢力全部握在他最搖籃之中 所以 這個真的是 那蕭克 你昨天也說了 你說沒有團派啊 但是有改革派啊 改革派他們會不會形成一股勢力呢 那 目前這樣中國的情況呢 目前的改革派啊 肯定有很多想改革的官員 亦都是就是 共產黨這樣一套極端的習近平 要陪回毛澤東那裏啦 但是呢 他們很勢力啊 他們中間會需要一些領袖性人物來的 現在呢 就是你 李克強那些人呢 都是很軟弱的人 中國這些民眾呢 是很大批 就是拍馬屁 跟風 不肯負責 那麼石寨人 出頭的人就被人弄下來的了 所以習近平現在就是 就是自己一黨一個霸王獨大英啦 那你看到他們弄了多少人下來的 那所以呢 你說中共內部不形成一個派別 就是大家要參考這個時候 那怎樣形成一個派別呢 那個派別都是實在 每個人都弄到 全世界了 十年啦 那才開始營造 而且一黨無死 所以毛還在這裡呢 精的人有很多 就是我在國內看到精的人有很多的 但是你說真的有領導的才能啊 就是說真的有一種魅力的人就不多 那時候 習近平去看俄國的時候 就是當時俄國 共產黨的臨文 就是用了他那個後主 南朝後主 花蕊夫人的詩 這十萬人齊而解隔 更無一個善男儀 更無一個善男儀 真是這麼無一個善男儀 共產黨那裡 就是第一個 他上來的人都是陷了半邊的 另外呢 他上來的是男儀的上來呢 他就一定會被打下去 就算他是在前身上去了 上去了之後呢 他人都會被同化改變了 中國的官員 那你想想 蒙特波時代後來鄧小平的革命打出來 打出來有些強人 現在這些呢 那時候 馬克思考中的引用呢 就是那時候我們引用哥德的一句詩 我播下的是龍種 生出的是跳肘 這一代共產黨 再講多一次 再講多一次 那些哥德的一句詩就這樣講 就是我播下的是龍種 龍的嘛 生出的是跳肘 就是失的 哦 哈哈哈哈 現在這些人 就是他沒有經歷過 是不是 就是沒有那種 以前那種經歷沒有了 沒有經歷的人就比較弱 日本也是 現在整個日本的人弱得很厲害 原來以前日本那些所謂領袖 就是由東北那邊回來的那幫人 上一代就是東北回來的那幫人 那幫人已經過去了 他們在東北那種開狠那種精神 那時候不管政治對不對 起碼那時候東北對日本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成功的開狠 回到日本之後就繼續開狠 就變成了帶來一個非常之成功的日本 但是現在那些人就沒有了 現在日本又是完全沒有人了 你有事啊 我只是聽到你這裡 波吹的你的聲音沒有事 我聽你的聲音就是 就是沙沙沙的 我聽你又是窒窒的 我聽你可能是擠到街上就沒事 就是我跟你之間就可能有事 是不是 所以不要理會這樣說就行了 但是我有時聽不清楚你講什麼 你講慢一點大家原諒一下 如果這樣講慢 要講得很慢 要拖得很長 講得很慢 這樣才可以聽完整句 習慣是講很快的 因為那些廣播聯呢 電視節目的速度呢 是比你平時的速度快 最少三近之一 這樣很清楚 很清楚 這樣才別人覺得快 你嘗試跟一個廣播的人 你跟他講 他講一句你講一句吧 你知道他多快 是 哦 是 今天都是慘的了 講不到幾樣東西 不如你講幾句我講幾句吧 這個白紙革命啊 白紙出現這個白紙革命這種呢 就是 形不形成革命呢 我們現在 總知道 但是我 就是要革命啊 我這幾天講課 都在講這個事情 怎樣會 有人問一個問題 什麼叫政變 什麼叫革命 革命呢 是一個制度 就是根本性的改變 那 中間現在就是白紙出來呢 拿出一張 我先講一個好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 上海有個公司 就登了個廣告 登了個公司出來 現在就 因為最近配合中央 賣白紙 A4紙 全部不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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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象徵 但是這個象徵 白紙上有什麼符號呢 你是要 這個符號是一個 非共產黨的中國 還是要一個 共產黨之下 改良的中國呢 這個白紙 都沒有符號的 是 是 就是要你自己去想像 是想像 就是說 最後每一個革命 你真的要出現革命的時候 你會有 一件事 一句話 一個目標 一個目標 就要很簡單 你要達到那個 比如革命 要推翻政權 是 推翻這個 是 是 比如說中國 我們設想 不是說會是這樣 設想 現在很白癡 但是大家隔到 習近平定不信 下台了 共產黨下台 下台之後 你要做什麼呢 要一套政治 降臨 就是黨黨 你會不會是 就是 允許自由 結社 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出行的自由 所有 這些是訴求 來的 這些訴求 是隔壁的訴求 你不是一個訴求 就是 取消清零的 共產黨做得到 但是有很多訴求 我們現在死要 跟大家說清楚 這些是 一個革命 好像在香港 在香港 你說 你說 大家上去抗議 港府 那些清理 什麼叫抗議 那就是 港府 你說要取消國安法 香港自治 這是革命 一個口號是革命 你做不做得到 做得到 中國大陸 現在 情緒到了革命程序 但是呢 革命本身 它沒有一種 革命的 這種組織方式 是 就是那個 有個情緒 但是呢 就沒有這樣的 動力 沒有這樣的領導 沒有這樣的領導 沒有這樣的組織 沒有這樣的組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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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看不太好 小肖 我聽你斷斷續續 不好意思 今天真的 說不下去 我看今天我們可能要暫停 要暫停 好嗎 好嗎 就留下 現在 不過這幾天發生的事情 實在 實在太多 好嗎 但是呢 就等星期三 看多一天 看多一天 好嗎 今天實在 你剛才說的很對的 就是講那個 那個 現在有了這個 這樣的 已經去到他的 這樣的情緒 但是還沒有去到這樣的組織 好嗎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不好意思 實在 我跟你之間的問題 我們對外面 都聽到 但是我跟你之間 聽不到 變成是一個人說話 好嗎 今天去到那裡 各位觀眾 不好意思 對不起